台南市警局第一分局針對交通隊的同仁 事辦服務滿意度的調查 民眾可以替警察打分數 每月分數前三名 可以獲得一千元以及一次加獎 卻被外界質疑 造成員警執法壓力 還可能成為民眾違規被罰後的報復工具 警方回應考量社會觀感 決定取消 前往餐廳用餐 不少民眾會在網路上評論餐點 以及用餐經驗也幫忙打分數 這樣的模式也套用在台南市警局 第一分局交通隊基層員警身上 12號起 第一分局針對員警事辦服務 滿意度調查 每月得到民眾最高分的前三名員警 可得到一千元獎勵金 以及加獎一次 對此民眾看法一面倒 警察跟餐廳那種服務不太一樣 他不是完全的服務性的性質 也有可能會有人違規 然後被開罰之後不爽 就是說他的服務可能不好之類的 制度對他們影響比較大 所以說評比我覺得可能幫助 不是很顯著 有的人會很喜歡去按 可是有的人會按了讚 再給你加個負評 這樣也沒用 多數人認為評比不夠客觀 也憂心有人因違規被開單 卻給員警低分 反而造成員警執法壓力 第一分局回應當初是為了表揚交通分隊同仁處理交通事故的專業性 服務態度才設計這個評比方式 事辦前調查同仁意見都沒有拒絕 因考量社會觀感十五號起取消這個措施 記者王庭孟昭全台南高雄報導 記者王庭孟昭全員